HELLO 大家好,今天是10月3日的早上 我的Facebook正常回落 馬幾仙已剩下2599個朋友 歡迎大家找我,加回我 另外馬圈逆行者這個群組也繼續 可以加入 另外如果你想看看我其他的群組 例如有這個叫做HK Plus Talk 還有WeChat賽馬群在Facebook都可以找到 另外亦有個網站HK Plus Talk.com 如果大家想知道我引入馬匹的資料 往跡或者任何更新的 都可以去HK Plus Talk.com看看 用你的真身加入,不用那麼悶,聊聊天 好了,今早第一組最高分99分的包裝必勝 時間1分10秒47,3組裡面算是很快的時間 3月12日,第一組泥地遷移的短途集準備好了 王旗居隨時起步 好了,開閘的時候,金聖明區紫色頭罩 不是很爽,現在進至尾衣 尾衣位置就是那隻博才 暫時點頭,紫色眼罩,紫色衣服是綠頂技 好了,跑了一段的路程 放了出來的馬是忠誠寶寶,龍之輝,添開心 第四位全程路通,第五位電子精彩 第六位黃心金絲勝像 外面包裝必勝是最高分的 後面的三匹馬,又有金聖明區 尾衣是博才 包裝在尾的馬,暫時是綠頂技 好了,轉彎的時候,忠誠寶寶貼欄 已經把後面的對手拋掉而贏出大閘 姿態相當輕鬆 後面有龍之輝 第三,外面電子精彩過了那隻 添開心 再到後面,來蘭淺藍武,又全程路通 黃衣入面,金絲勝像 藍白橫衣,包裝必勝,金聖明區的外面 後面兩隻,來蘭綠頂技 外面白衣,粉紅就是一隻,是博才 這組集時間很快 因為另外兩組,我剛才看到的時間 當然還沒看過課試集 分12秒多 所以我就想,咦?這課集一分10秒47 不是很快嗎? 中程補寶寶,SWISS ACE 下線敗,MODER AND READY 黎地當然沒問題 但原來厲害到這樣 我要給到9.25,雖然給不到9.5 但今天來講好像很厲害 看見報民和他試試得非常合拍 看看會不會跑泥地 跑泥地應該是他的草地 龍之輝,初出就贏馬 那一場馬我也有特別講 林祥和在拆局的時候也有講 這隻馬試集得很好 那是一條死Q來的,72元也沒辦法 這條生龍彩 但是呢 他好像這個Nonelever仔 好像也是非常上力 快時間也是,但是9分水準 地址精彩,回到來不頑 前置回來,但要騎8.75 添海森輕鬆,9分水準 準大評分可能沒什麼優勢 狀態是好的 全程一外跌 跟回來不頑 段速方面 23秒9,23秒1,23秒4 目斷是不應該要騎的 龍之輝鬆著鬆著跟上來是不差的 裡面看到那隻全程路通都是要騎的 但是添海森輕鬆的,看到嗎 這隻龍之輝都輕鬆的 電子精彩回來要騎的 所以添海森 去到這裏就跟不住了 但起碼騎下去也有少少反應 算吧 因為騎得比較重要 我照給8.75先吧 中型寶寶,9.25 龍之輝,9分水準 電子精彩,8.75 添海森,8.75 包裝必食我給8.75 不過給多少分沒什麼所謂 因為試集經常都是這樣 都不是那麼肯走的 入面金勝明區 追下去不頑 應該先在外面 上場已經看到走光了 這隻馬就是叫做 金勝明區就是 Brasenbo 或核視Spark Mesa 來的完全沒問題 8.75,給不到9分水準 但是這隻馬應該有能力 然後全程路通 連了兩場之後 這範圍可能是不是嚴短 預勢不算很強 8.75是勉強給 金斯勝著不給評分 他那場跑第三名捱回來不厲害 再看他六點記好像真的壞了 健康好有問題 不給評分博財 中場距離馬 但66分應該有些水位吧 但是 狀態好像很明顯 沒有之前那麼符合 之前怎樣都肯追少少 好了,看完第一組 就看看第二組 第二組就這樣做 58分 最高分就是獨步天下 1分12每月13 前面慢 第二段快 第三段也慢 不停的 私集來到第二組 離地 千二的短途集 好,起步 慢的活力多多 還有一隻黃衣 一隻就是加州星號 退了下來 尾三的馬 還有一隻金進星 幾隻都是黃衣的馬 在後面先 好了,跑了一段的路程 看看哪一隻放了出來 前面方 飛躍精英 招招聖 外面上袍精選 第四位 有中檔的獨步天下 在外面位置 碎炸 前面還有超級黃蜂 後面三隻 金進星 加州星號 暫時大墮後 是活力多多 好,轉彎的時候 前面放的馬 有一對 外面上袍精選 灰馬 在內面 飛躍精英 第三位 招招聖 第四位 埋便超級黃蜂中間 獨步天下 外面六三碎炸 拿了出去外面 找找找找找 那隻加州星號 在內面 金進星 尾耳的 包了下背的馬 扔出去大外檔 都可以追 那隻活力多多 好了,最後八多米 招招聖 都是滿腳靠進去 出了頭 上袍精選 第二 後面第三個馬 埋便有飛躍精英 數出來中間 有黃衣 淺藍毛 超級黃蜂 中當黃 綠色衣 獨步天下 六三碎炸 外面加州星號 都飆了上去 最初還有活力多多 然後他們 走出去外面 還有一隻金進星 追下去不太好 這隻是達新星的Full Brother Anyway 朝朝聖 跟前了 24秒6 22秒8 24秒7 無段24秒7 當然是可以 突圍 但這隻馬 真的泥地特別厲害 我覺得 我給9分水準 泥地 草地8.75 拖腳 泥地是可以出 可以偷雞的 最慘是1200米可能嚴短 1600米未得 看看會不會先跑完1400米 但長遠來說 蘇伊星的陣下 選賣Stradam 應該跑來地 上部精選 贏了一馬之後 常常走樣 但今場的馬 反倒也不多 我覺得贏了一場 純粹賺了快步速 時間偏慢 這貨集在前面走 反倒散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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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監散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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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散� 活力多多,輕鬆在外面上來 1200米,萬時間、萬步速追上來,如勢很好 所以這隻反而我會照給9分水準,但46分只是一隻位置馬 很輕鬆,全程按住他 非常精靈,前置回到來不算多,但他緊張是不頑皮的 是這些貨集,不知為何,可能中斷了,但回來要騎 我勉強給8.75,拖腳在5.8,5班上期前置有好處 金晉升5.75,給不到9分水準,我覺得這隻馬真的浪費了 因為上一手,不是高東來,在澳洲的時候被跳蘭騎士去練 搞不定,口沒有搞過,一隻不應該前置放光的馬 現在口才搞得好,但狀態很一般 超級黃鋒特別抹底,這隻馬,如勢很好,見到,肯走回 這隻馬,朝朝聖進步,我想這兩隻明顯有優勢 還有獨步天下也有分 好了,看完第二組,看第三組 第三組1050米,最高分63分,英勇快車 1分02秒57萬時間,尿康明馬房一隻對住,蔡悅一堆 好了,繼續試集來到第三組1050米的試集 蔡悅漢馬房試集 這隻三檔移旗之寶的廖康明也 好了,開閘,這組集商相當齊 超眼光移到後面,零射在電喉那隻 好了,前面的馬,賣變位置是那隻 外面移旗之寶就佔先少少少 已戰上升,第三、第四,一起未來,內蘭第五 進彩飛池綠色衫,中間還有銘記之友 在外面,英勇快車是這組唯一的PP 最出紫色衫那隻,在後面是超眼光 好了,轉彎入直路的時候 前面的馬有一隊,賣變神池,省了些位置 而其之寶第二,以戰上升,第三、進彩飛池 第四,外面還有英勇快車,一起未來 尾二是銘記之友,在後面的啡色衫就是超眼光 最出紫色衫,最出紫色衫是銘記之友 好啦,最後百多米,兩隻馬就透出 外面位置是儀旗之寶,裡面那隻是神池 來的,看看哪隻贏出這個大閘 似乎廖康銘那隻也很有機會 後面的馬,以戰上升,第四,埋變,進彩飛池 那些一起未來就禁住 禁住的馬,還有英勇快車,外面超眼光 飛池色衫都追些,最出那隻是銘記之友 簡單來說,頭兩名給8.75 其他我都不給評分了 我會逐漸逐漸去說為什麼 1分02秒5,是很慢的 16秒1,22秒4,24秒正 沒那麼慢的 二奇之寶,Impath,短圖馬 但是陣上面有個表現的試集 OK啦,這貨集,會不會來你呢 下次買Vanessaroy 但這貨集不是很突出的 甚至,Sars,Bangalbanon 下次買Full-Site-C Percasus 來你完全沒有問題 這些馬,馬會就不會那麼聰明 不會給血統介紹你,要你自己猜 但是這些馬,PBG賣得比是榮先生 應該是好東西來的,但是初起階段 鬆著鬆著,讓他走,只能夠說OK 這隻就是報問,還未夠 以戰上升,Caravaggio 就是澳洲的強化主要 以戰得勝這件衣服 過了去,這隻就是 究竟有多厲害 真是不知道 但是,起碼 有些力量先 扔一下扔一下 還未夠好 好像有些速度一樣,但還未夠好 所以簡直不給評分了 晉彩菲池 晉彩菲池就是Churchill仔 就是Criser 按住外面的英勇快車 英勇快車是PP 初起階段,但這隻馬肯走 所以又是榮先生的馬 是榮系 應該給你時間 這三隻榮系馬 都可能是好東西來的 英勇快車,這隻也是榮生的馬 在外地就叫做Sota Sota 在Campbell贏場處理馬賽 竟然夠分過來 第一 贏的對手也很差 時間快 在短途快馬 有多厲害,未知跑三場贏一場 Invincible Spirit的仔 通常跑來地 最厲害都是去到二班 可能很貴 但是總之 這些馬呢 先去看觀望態度 不知道有多少 就不像以前 這件衣服馬房的PP感 很早已經看到有東西 這隻我們有一點保留 輕鬆的 但是給他一點時間距 起未來很大的馬 我很記得這隻馬 在伊領時看過 是很大隻的 第一課集試得好 這課集是大步 但是力量未夠 不給評分 一定會再試兩三課集 超冷光 這隻馬就是Modern Ready 下線軒全步 應該中距離 泥地草地都沒問題 時間距 明記之有Time Test 下線是Sings 泥地很厲害 跑中距離 中長距離馬 又是未行的 給他一點時間距離 暫時Time Test 好像是否只有 95尺度和超良行中 在香港比較好 其他馬都一般 但是 坦白說 我挺喜歡這個總 我覺得他有些用 但當然未出到 特別好馬 看看之後會不會好些 不過大家留意一下 留意一下 這課集 完全沒有東西看 給他一點時間 好了 完成了三課集 多謝大家收看 拜拜